这回年长者坐在爬梯机上面 并且在志工人员协助下自行爬上楼梯 这种方便又不需耗费太多力气的爬梯机 可以让行动不便的民众轻轻松松上楼与下楼 而社会局从即日起免费提供借用服务 协助行动不便者出门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自己本身是买了12台的一个 旅带式的一个爬梯机 可以来提供我们行动不便的身心障碍者 或者是老人来就是上下楼来使用 也让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垂直移动的一个工具 让他们可以就是参与社会 然后可以比较就是社区活动上面也可以比较多多参与 为究竟提供民众方便的服务 社会局结合台北市的河宜、南区、西区等三家府具中心 提供线上预约服务 治疗师江道府评估使用者身体的状况 通过评估之后即可预约足解 如果有需要的市民是可以跟我们三家的府具中心 来提出申请跟借用 那其实在就是要借用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会请府具中心的一个治疗师 到家里面去做一个居家环境的评估 那看那个就是爬梯机是不是适合来使用 所以也会在整体做一个就是安全性的一个评估跟测试 那另外也会指导就是家属来操作这个爬梯机的一个使用 除了公部门的12台爬梯机提供租借之外 伊甸社府基金会办理了13台爬梯机也加入租借服务 民众若有需求 可以透过府具资源整合租借往线上预约 社会局期盼公司部门的共同合作 共同解决身上者与长辈上下楼的困难与不便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道